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啊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的辩题 本场的辩题是 大家一起习惯被凝视 是平权的进步还是退步 依照惯例呢 咱们的辩题会有一道题解 咱们这道辩题的题解是 无可否认啊 长久以来被凝视和评价的大多数是女性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近年来欣赏男色的文化现象 逐渐增多 2020年 丁真意外走红 直接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文化现象 而杨丽在脱口秀的舞台上 毫不客气的对男性进行品头论足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和不满 平权者多年去凝视的努力 仿佛在另一个维度上走向了平等 现在大家都要习惯被凝视了 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这道题呢 其实今天的这个两方的变手和评委 以及主持是非常有特点的 今天我们的正反双方的八位变手 都是男生 而我们的两位评委 加上我自己都是女生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我们也希望两位评委 先跟大家贡献一下 对吧 就是我们对这道变体的女性视角的理解 然后这样我们的变手 可能会更好的去展开讨论 那先请薇薇姐说一说 对这道变体的想法 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一会儿出场的八位男变手 都没什么值得可凝视的 大家专注于变体本身就行 然后呢 我其实不想在赛前 说太多关于变体的看法 这样会使我的主观意见 影响到变手的发挥 但是我只是觉得 就是辩论到今天 在平权这条路上 实际上是有进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啊 就是女变手 基本都是花瓶 要求长得特别好看 你们看舞就知道了 但是随着女评委和女教练的日益增多 我们对女变手的要求 起码在外貌上是不限制的 你们俩不要对号入座啊 然后呢 另一方面呢 我们对男变手的要求在日监增多 所以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一会儿还是看实力说话 好 谢谢威威姐 那思涵对这个题 或者这场比赛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威姐说的特别对 就是我们待会儿还是一起来 凝视这些男变手的才华吧 好 好 也谢谢思涵 那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 这场比赛作为主场的正方 是马大东吴联队 作为反方 客场的反方 是花儿与少年队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两支队伍选手登场 这场比赛的对阵也非常有趣 就我们的正方的四位同学 全部都在线上 那我们的反方的同学呢 对吧 线下肉身来到了比赛场地 好 那我们呢 就有请对阵双方 向大家做自我介绍 首先有请正方 My test 听得到 这个辩论担当可以给胜伟 但我一定是这队的颜值担当 希望大家多多拧视我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正方二辩胡善友 哈喽大家好 正方三辩江兆仙 正方四辩林胜伟 我早就习惯卢卡斯队伍的这种凝视了 所以我也不觉得有什么 不后各位 刚才二辩同学 有出来跟大家打招呼吗 好像有一点点卡 这样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大家好 我是正方二辩胡善友 好 感谢正方同学 下面有请反方同学做自我介绍 各位好 反方一辩老成少年 曾庆熙 各位好 反方二辩眼线少年 罗淼 各位好 反方三辩脱发少年 陈坦思敏 各位好 反方四辩 花儿与少年当中的花儿 习瑞 我觉得大家 不用您是我 因为我永远都是各位姐妹的妇女之友 姐妹们 累起来 各位变手 问候各位 晚上好 好 那接下来呢 经过了这个紧张激烈的自我介绍环节 我们就正式进入比赛的环节 我们的赛制呢 分为起乘转合四个阶段 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了 那我们首先进入的就是起的阶段 起是一个交替陈词的环节 双方各交替陈词四轮 每一轮的时间都是一分三十秒 也就是双方各计时共六分钟 那么我们有请正方先开始他们的第一轮陈词 好 谢谢 什么是宁试呢 宁试就是一群人的期许 归训了其他人的行为 就像是我现在在家打网店 下半身即便穿着沙滩裤 但为了符合观众们的期望 我上半身还是假模假样的 穿着一件西装外套 我被你们凝视 但是我不会怪你们 因为我知道人难免都会对 就是提出一些要求去框定别人的 就像穿西装 就是我们对于变手这个身份的一些期待与凝视 所以我不会生气 因为你只是在提出你的要求 而且重点是我也不会觉得不公平 因为我知道 其实我也在凝视你们 你们知道什么样的观众是好观众吗 对了 威中 有给钱的观众就是好观众 我们互相凝视就OK 所以以前我们很讨厌凝视是为什么 是因为只有一方可以凝视 例如男性凝视女性 但是一旦女性提出要求 就会被女德之名打压 但是当整个社会都习惯凝视的时候 就代表所有人都会发起自己的凝视 而不被惩罚 女生可以要求男生就是温柔体贴 不要拉里拉他 也可以拍出一些女性视角的色情片 让男生好好学习一下 所以当所有人对凝视脱敏的时候 我们不会在因为被凝视而生气的时候 所有人才有机会提出各自的要求 这就是平权 以前那个年代很糟糕的 男生可以对女生多多要求 女生不能 很糟糕 但我有点想回去 谢谢 感谢正方一辩 这里也提醒一下两位评委 这个在我们发言的过程中 两位评委可以随时转动自己的转盘 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倾向 那下面有请反方一辩 做第一轮的陈词 时间也是一分三十秒 好 各位好 网上的辩友好 那么大家一起习惯被凝视 其实是我们认为 它是一种男性设置的话语陷阱 大家把男性凝视这种 本该谴责的社会恶习呢 巧妙地包装成了一种 所谓的审美自由 似乎只要男女都享有了 这样的审美自由 就不存在谁歧视了谁 也就实现了对方所谓的一个进步 这就好比面对烟草 那么对方主张呢 只要人人都习惯吸烟 大家互相吞云吐物 似乎就不存在谁害的谁 吸二手烟的问题了 回到凝视上 对方不谈凝视的伤害 转而追求形式让男女拉平伤害 其结果只能是大家集体倒退 集体受害 今天我们很有必要认真地 分析一下凝视这个行为 它是凝视者 从自己的主观欲望出发 通过观展和品评 被凝视对象 把一个立体的人 矮化 物化 工具化 比如说男性凝视 总是把女性价值单一成 肉体价值甚至是性价值 一位女性科学家 不论她的职业成就有多么突出 也难逃男性用颜值甚至生育能力来评价它 那么这样一种极不公平的社会氛围 伤害的不仅是一位女性 是所有人 那就是即使女性能力再优秀 也都不如男性心目中的颜值更重要 而这样的伤害是普遍性的 好 感谢返方 下面有请正方的第二位辩手进行陈词 有请 好 请问这样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 好 OK 各位好 什么是大家一起习惯被凝视了 我举一个后恩学长跟我讲的例子 他在带淫队的时候有很多学员嘛 对不对 他最喜欢选哪一种学员呢 就像我们这种胖胖的学员 为什么喜欢选胖胖的学员 因为我们都知道 胖子在长期的生活中 很习惯被凝视了 像我自己已经胖十年了 这十年下来 再怎么不堪入耳的话 再怎么难听的话 要嘛我亲耳听到了 要嘛我也辗转得知了 那你这时候说 诶 你不要习惯这个凝视啊 你要反抗它 你要改变它 可是我们除了生气以外 还有可能有另外一种不习惯 比如说我们会难过 会自责 那最后不是也让自己被变成了那个 他们所想我们变成的样子吗 像对方同学刚刚说 我们有可能这个有男性的歧视 男性的凝视 认为女性不可能成功 那女性要嘛她生气 要嘛她可能难过 就想说算了 我不干了 那这两种我们都觉得 让自己受害了 怎么样比较好 我们认为你可以习惯这个凝视 大家都有权利凝视你 你本来就会知道说 大家对我都会有观点 那是你们的权利 可是我也有权利做我自己 用我自己的方式过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们再怎么凝视我 我告诉各位 也不会让我少一块肉 我习惯你们的凝视了 我就可以做我自己 继续胖我自己的胖子 那这样的情况 我方认为习惯之后 习惯这个凝视之后 生活过得比较舒适一些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那下面有请反方同学 来进行第二轮陈词 对 对方讲 其实今天女性 可以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嘛 用凝视去给男性 制造一些不适和痛苦 那么这不仅完全是一厢情愿 更恰好落入了 我们所说的男性的 一个话语陷阱 我们这个社会 对男性的评价维度 是远比女性更丰富和多维的 以至于很多男人 根本不必在乎 女性所谓的凝视 甚至不少男性 会把女性的凝视 视为对自己这种褒奖 你看 我多慢 我多有吸引力 因此我们说 这样是一种 话语陷阱的存在 当我们看透了这一层 我们就会发现 大家一起习惯被凝视 对男性来说 其实他不仅不会失去什么 反而有可能获得 他想要的某种自信 而女性获得的 只是对方所说的 一种所谓虚幻的 可以凝视男性的权利 但却失去了 拒绝被凝视的权利 因为当一位女性 想要拒绝被凝视时 就会有声音 站出来说 没关系啊 我凝视你 你也凝视我呀 我们是平等的呀 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的 平权和进步嘛各位 好 那感谢返方同学的 第二轮陈词 我看这个 微微姐还是一个中立的状态 但四汗已经投出了她的倾向 那不如就请两位评委说一说 为什么现在会是对比赛有这样的一个阅读 因为我是觉得刚才那一轮当中有一个比较打动我的点是 很多男性会把她被凝视的这个语境解读 也是一种她自信的资本 这个点就是由于最近看到过很多类似于头像是我 你满意吗 包括你们都给我点赞 应该是在偷偷看我的生活吧 这一类的话语我觉得还是蛮能够明到的 包括我觉得反方提到的在原本就不平等的情况下去做拉平这个动作 带来的不一定是平等 可能只是原本的不平等又加上了更多的枷锁 这个是我比较期待听到正方做进一步解释的东西 所以我微微投出倾向 反正现在这个倾向也不影响什么吧 我现在还没有做出评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双方都还没有说到问题的核心 就是平权到底是什么 是男女两性拥有了共同堕落的权利呢 还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权利会导致我们共同的提升 我觉得这个本质还没有说到 所以我觉得我想再看一看 好 谢谢两位评委 那我们就有请正方同学来做第三轮的陈词 时间同样是1分30秒 有请 好 谢谢 那我讲三个点 第一 女性对男生的凝视是多维度的 其实是因为现在的男性还不习惯被凝视 女生也不太习惯凝视别人 所以他总是会找一些其他的品质来看待 如果真的可以凝视的话 你以为女生就不好色吗 对男生觉得我不信 第二个 然后我们来讲 对男生比喻用抽烟来比喻 我觉得这是很不对 因为抽烟老实讲有害身心 对自己身体也没有那么好 可是你想想看凝视这个东西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想想看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凝视彼此 我现在回家 放工回家特别累 我刷一刷抖音看一看美女 这其实就是凝视的一种 难道你要连我对我的 无论是我的折偶的要求的这些想象 全部都不能够使用吗 我一点都不能够想象 我要求女生一定要温柔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可以要求男生一定要干净不邋遢吗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相反的彼此监督才是互相上升 所以我觉得他跟抽烟的比喻不对 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来解决这个普通且自信的问题 男生确实会这样 其实我也是这样 但你想想看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常常被人家凝视 所以我们就会 没有别人的尺度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衡量自己 我们就会误以为自己特别的优秀 对别人要求多多 但是相反的 如果今天别人一直讲 路卡斯你这个人 这个没有六腹肌 这个脸特别方 一直骂我 那我其实也会 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自信 我就会检讨 谢谢 感谢正方同学 那下面有请反方同学 听不下去了 真的听不下去了 有些男性就是对女性的理解如此之肤浅 各位我们来说一说 什么叫做真正的凝视 你们真的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 女性和男性被凝视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我们生活场景中怎么凝视女性 你不美 哪怕你学历高 但是你不美呀 好可惜 哪怕你会挣钱 事业有成 你像董明珠 但是你不美呀 好可惜 哪怕你会说话 但是你不美呀 好可惜 男人怎么样呢 男人很简单 被凝视怎么样 他都习惯了 他根本不在乎 你说他长得不好看 我说不是 你说他长得不好看 我能挣钱 会挣钱就有女人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每个男人都能找到 自己自信的办法 可是对于女人的评价 都是如此的单一 所以你发现没 同样的凝视 为什么在女人身上 你倒置于男人不可以实行 原因很简单 因为凝视的标准 是在整个父权结构的背景下 被设定的 各位 什么是平权 平权 绝对不是女性 严整父权制社会 男性开出了老路 学会相互报复 相互堕落 而是我们要走一条 自己的心路 什么时候是心路 从终止互相伤害开始 从开错 各种更多可能开始 从想一想 提醒男性 任何时候 凝视都是不正常的开始 凝视不是看 在英文里面叫get 它是一种权力规训 从打破权力智库开始 因为我们的星辰 我们的前途 我们的真途 是星辰大海 好啊 这个刚才 花花你说 是谁虽然会说话 但长得不美啊 我 我 我作为一个会说话的女性 好 感谢返方非常精彩的陈词啊 那下面又回到了正方 有请正方进行这个环节的最后一个陈词 有请 好 谢谢 一起被凝视 大家变得一样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的共识 但这个一样 像刚才说的 它是一种提升还是堕落的 不像说为什么是堕落 不像认为 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的伤害 可是什么时候 不是互相的伤害呢 是当你在单元 只有单一 颜值为你的标准的时候 这会伤害 可是当你是 大家一起被习惯的时候 你不只有主流男性的看法 你有一些比较非主流的男性 你有一些女性权益的看法 女性对自己的凝视 那当你的凝视的 这些标准变多元的时候 就不存在这单一 只看颜值件的事情 那为什么是伤害呢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对方说为什么是伤害 因为它是误化 可是单纯误化 为什么是问题呢 如果是 今天我去打工 我去上班 老板是误化我 他把我当成一个工具 未来他的公司 为了赚大钱 可是同时我也把这份工作 把老板当作我赚钱 两家户口的工具啊 那这是有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这是问题呢 只有当我是被单纯被压榨的 我是被奴役的 这才是有问题 那当这些事情 从单向的误化 变成双向的互相利用 互相的欣赏 互相的要求的时候 这为什么是一个 我们认为是堕落的部分呢 这是我方想要 请对方回答的 往下跟想要是问答案问题 单纯的 对方说 从以前单向的一个凝视 到现在双向的 为什么是一个退步呢 就算是对方说 这不足够 我们往下走 我们必须要更加升华 但单单看这一步 不也是进步一种吗 更何况我方认为 其实本来这样子的状况 就已经非常理想化了 谢谢 好 感谢正方 那有请反方 做这一轮的最后一轮称赐 谢谢主席 对方便有 对方今天说的最大的错误 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搞懂 现实生活中的零事 到底是什么回事 所以他们第一个逻辑错误是告诉我们 只要大家一起习惯被临视 临视的标准就会变得多元起来 可是你并没有告诉我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 男性对女性已经临视了这么几千年 为什么它的标准还是那么的单一呢 这么多人这么多年 这么多次的临视标准去趋于单一 那你得告诉我 为什么现在它就可以变得多元起来 因为就经验来告诉我 它只会越来越单一 是您需要添理由 而不能直接下论断 这是第一个逻辑错误 第二个逻辑错误 我知道对方的担心在哪 他说我今天一直被临视 如果我表达反抗 我说不会显得很奇怪 如果大家都习惯了被临视 一件本来是错的事情 我是不是就可以自欺欺人地 告诉所有人 这不是一个错事 二便拿自己来举例子 说我是一个胖子 我从小习惯了被临视 我的心灵锻炼得非常的坚强 可是你坚强了 凭什么要求 所有人都对一件本来错的事情 同样要坚强 我知道你坚强也是被垂打而来的 可是这种垂打本来就是可耻的 和不应该的 今天要做的 不光今天最可怕的这个变体率 不是一起临视这两个词 而是习惯 我们对一件本来应该反抗的事情 却要习惯 这是我们在放弃抵抗一件错误的事 当我们男性要求女性习惯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要求他们放弃 毫不容易觉醒的反抗 各位 女性最开始是习惯临视的 是这些年才变得不习惯的 现在又要回去 这绝对是退步 感谢反方的发言 那我们这个起的环节 到此就结束了 那我们在这里也看看两位评委的 两位评委都把自己的倾向投给了反方 那要不请薇薇姐先说一下自己的这个评判理由 这个我觉得 就是首先啊 正方的第一条 反方的正方的第一条理论 对不起 他有不打变轮赛 有点分不清左右了 正方的第一条理论 其实是来自于 你被凝视着被凝视着就舒服了 这个逻辑其实已经被正方拆掉了 哪有什么你被打着打着就爽了的感觉啊 对不对 而且这也不能证明打人是正确的呀 还有我们互欧必将习惯 这也很奇怪 他们的逻辑 第一条逻辑我是不太能接受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就是 就是他们的第二条标准就是 哎呀我们也没有说 那个凝视一定是单维度的 但是可以是多维度的 然后这里面的正方回击是弱了的 正方只是说这么多年 我的经验告诉我 单维度是不对的 而且必将更加单一 不会多维度 但正方没有解释清楚 为什么凝视无法多维度的去观察一个人 必将是单维度的 所以这个我希望正方在后面能够给一些解释 你们有摸反方 你们有摸到 但是你们没有穿透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就是正方的利润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再拓展的深一点吧 就我接下来期待的是 对平权更深入的看法 它甚至都不是两性之差 它有可能是人的样貌之差 可能有可能是人的能力之差 人的社会身份地位之差 所以我觉得如果平权的维度打得更广一点 而不仅仅在你看我是男的 我看女是女的 这件事上我觉得对这场变轮赛的期待会更高一些 好 谢谢葳葳姐 那思涵呢 我觉得在就是标准到底有没有从过去到现在是变得更单一还是更多元的 是双方都需要去矩阵的 就是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听到比较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以前欣赏什么样的男性 欣赏什么样的女性 我们心中为代表的女神和男神分别是什么 而现在他们呈现出来什么样的样态 比如说就我们这个在互联网工作的经验 你会发现各个社群当中的女神是不一样的 知乎女神和豆瓣女神和虎扑女神一定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有没有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我们对于女性单就颜值这个单维度中的审美也变得更多元呢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是正方可以去做比较详细的阐释的 包括反方你们也可以去展开来讲一讲 它其实没有变得更多元 或者也很难在未来变得更多元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我觉得威姐刚才说那个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是比较深的 真的并不会因为你从小胖到大 你在长大以后就会对这件事情不那么介意了 比如说我在刚才看到现场反途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破防 就是天哪我的胸下巴也太明显了吧 对所以我期待听到的是 当正方不断地在告诉我说 其实你会慢慢习惯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用不那么直接的方法来告诉我 你是怎么习惯呢 这个时候我不是作为一个评委在质询你 我是想作为和你一样也受这个困扰的人 想探讨一下这种心态是怎么样形成的 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要求一个受害者一定要自己变得坚强 而是如果正方希望他变得坚强 那你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告诉大家 让大家觉得你们没有那么的去push他 而是去温暖他呢 我觉得也是正方可以做进一步补充 让我们整个比赛也变得更加鲜活一些 因为就这概念来谈的话 我觉得在场的观众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模糊的感觉不到 到底是什么东西正在被凝视 OK 好 以上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两位评委的点评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比赛就来到了第二个阶段 成的阶段 那这个阶段里面呢 会由正反双方依次发动质询 那每轮质询 每轮质询环节结束之后 会以三位评委的这个转盘投票 来判断该环节的胜负 那三个评委的这个转盘 终于有了一点点的用处啊 卢卡斯你在干什么 我感受到了你这个渴望被凝视的强烈的这个愿望 请大家多给他一点目光啊 那我们比赛继续啊 这个非常期待这个在比赛的下一个环节里面呢 双方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更深入的探讨和更鲜活的例子 那么我们首先就有请正方发动质询 时间共计时三分钟 有请正方同学开始 好 正方同学你好 你好 第一个问题 您觉得说凝视是不好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没有凝视的世界长成什么样子 没有凝视世界就是互相尊重啊 我不以一个性价值单一的一元价值来衡量一个人 因为凝这个词他就代表着聚焦的意思啊 对不对 我不是散说 谢谢 如果我们一个没有凝视的世界 请问没有女性凝视 我们怎么样诞生出女性视角的电影 好 您在这里有两层的问题 第一层有凝视跟第二层习惯凝视 这是两件事情 我们承认我们有基于生理本能的对于美的人的凝视 但是我们同样也得承认 在某些场合 比如说工作之中 我就不应该拿你的生育价值来衡量 您回答我的问题 您继续 如果今天没有女性凝视 我们怎么样诞生出女性视角的电影 没有女性凝视如何诞生出女性视角的电影 因为女性视角的电影 更多的是以女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 它为什么一定要是女性的视角 凝视男性的生育价值 才能诞生出女性视角的电影 为什么您是一定是您是生育价值 不能是您是职业 不能是您是个性 不能是您是别的东西呢 好 这里来了 您是这个词 从拉康提出一直到福科延展 他其实说的就是基于权力者 对于无权者的 以居高临下的方式去瞪着他 去审视他 哪里说到是生育能力 而不是其他能力 如果一定要说到 我接下来跟你说 福科在《封颠与文明》这本书中间 他详细地解释了 我问第二个问题 学长你觉得如果今天是 两个人互相凝视 没有权力关系 我虽然凝视着你 但我没有觉得你非得改不可 那这样的凝视还有错吗 问题就出在 凝视一定带有权力关系 没有无权力关系的凝视 凝视就是有权者 对于无权者的审视 对于他的能力 对于他的属性的审视 学长那照你这个逻辑 怎么可能我们一起习惯被凝视呢 什么前提不就希望说 大家都要习惯被凝视吗 如果这个社会有强权者 有弱势者 那我们怎么样让强权者 也能够习惯被凝视呢 所以说我们就不应当让强权者 以凝视的方式来审视弱势者 因为强权者天然就具有 凝视的权力之后 我们要告诉他 对弱势者来说这是陷阱 不要掉进强权者为你设立的 大家一起互相凝视的陷阱 因为弱势者凝视强权者 对于强权者的伤害几乎为零 好我反过来说 如果今天弱势者也有资格 凝视强权者 比如说像题目里面写到的 丁真 很多人说他是很帅气的藏族男性 对很多男性的人 他就觉得说他哪有我帅啊 我也很帅啊 他们不习惯这样的凝视 他们习惯之后会不会比较好 两个层次来解释这个问题 第一个层次 丁真这个问题正说明了 男性被这个社会承认的价值 是非常多元的 你可以像丁真一样长得帅 可以像齐瑞一样长得美 可以像罗淼一样技术高超 可以像老根一样技术老成 好您去看网友 不是所有人都习惯您这样说 很多人会觉得说 他哪有很帅 我们应该读书啊 我们应该看我的学历啊 为什么要用一个男生帅来评价他呢 不是像您说的一样 所有人都很习惯的 谢谢 如果给我这个机会把它说完 我要告诉你 好 时间到 谢谢 非常感谢啊 感谢双方的精彩发言 但下次反方同学 可以把话说清楚一些 就是什么技术比较高超 这是一个标准的凝视 对 被凝视的感觉好吧 学长 好 那这一轮的质询结束之后 思涵你必须得投出你自己的这个倾向 那我们场上的三个人是都投给了反方 那么恭喜反方 在小节中就暂时获得了一分钟多余的小节时间 那也有请两位评委说一说自己为什么会投给反方 我想提示正方一个问题 提示正方一个小小的建议 而不成熟 然后就是我觉得 我们在挑战任何学理定义 或者是常识性定义的时候 必须给出合理的理由 而不是说没听说过和哪里说过 就是你不看过这本书不代表它不存在 你不知道这个常识不代表它不是通识 所以我们在进行质询的时候 尽可能地进行有效质询 这个是我投给反方的原因 我投给反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正方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但是没有可能是没有来得及把它讲得更清楚吧 以至于在后续对于凝视的定义的讲解上面 其实反方是更能够让我认可的 我觉得正方这个很好的问题是 第一轮的时候正方的变手有问反方 如果没有女性凝视的话 我们哪来的女性电影 这个还蛮新奇的 就是我作为一个学 当然我学的没有那么专业 就是我不知道正方是怎么去解读 女性凝视带来的女性电影的 比如说我们会经常听到 就是有一个说法叫做 某女郎新女郎 就是会把一些大导演 他们选出来的那些 捧出来的那些新生代的女演员们 冠以这样的名称 然后包括我们会觉得徐克啊 王金导演啊 他们是当年拍香港的港姐的那些电影 非常老道的导演 这是正方所谓的 其实女性凝视本身也可以挖掘出 女性之美的这个含义吗 我不确定啊 就我也是 我觉得正方现在给出的很多东西 都是一个模糊的方向 但是没有听到你们具体展开来讲 那这里的话我就会更加认可 反方所说的 其实所谓的宁视 还是有您的聚焦和权力的那种 轻压在这里 所以会更加在这个阶段上 更加认可反方的说法 那我自己会倾向于反方的理由 其实跟两位评委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一轮 其实有讨论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宁视本身是不是一定是坏的 它是不是一定是某种权力关系 但其实这是两个问题了 它是不是一定是权力关系 是一个问题 它是不是一定是坏的是另一个问题 坦白讲 其实我也有觉得 郑芳同学提到了一个 我还蛮想继续听下去的问题 就是说 那宁视一定是坏的吗 女性像的电影 它里面到底还没有含有宁视 其实坦白讲 我自己会听说过一种说法了 说可能所有的感情里面 都有一定的power play 那这个power play里面 是不是涉及着某种权力关系 那这个权力关系本身 是不是一定对于这两个人平等的相处 或者是平权这件事情是有阻碍的 其实坦白讲 我自己还蛮好奇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但也只是我自己一点不成熟的小建议 我想补充一点 清儿前两位评论的反应 我想补充一点 女性像电影和女性视角电影 以及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 可能是三个不同类型的电影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辩论之中 我们能够把它区分开来 给大家更多的启发 然后第二个呢 我认为权力关系跟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关系 以及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关系 好像还是两码事 我在接下来的时候 也希望能够听到正反双方 把它区分开来 当然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这是我的期待了 好 谢谢维维姐 那咱们比赛继续 下面有请反方发动质询 时间同样是共计时三分钟 请开始 你好 测试一下 对方能听到吗 对的 好 谢谢 好 第一个问题 对方朋友 总结您今天的观点 如果错了你可以纠正我 你是在告诉我 一个被临时的人感到不舒适 不是因为临时出了问题 而是因为他心里太过敏感 是这个意思吧 两个维度 同时他也没有办法提出他的要求 因此他会不舒适 所以第一点确认 你怪这个被临时的人太敏感 所以被临时的人觉得不舒适 是他的问题 而不是临时他的人的问题 我觉得你截取我的话 包括你也要有机会 去提出你的要求 好的 就是我要有机会 提出我的要求 而这种要求必须是临时回去 不能是我不喜欢你的临时 是吧 我不喜欢你的临时 这是一种习惯 然后提出你的要求 要求对方要怎么做 这也是另外一种 这个逻辑就很费解了 我表示我不喜欢你的临时 也是一种对临时的习惯 这个你帮我解释一下 是什么意思 我不喜欢你 我不care 这是一种其中一种习惯 就好像平常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在偷换概念 我说的不是不喜欢你 而是我不喜欢你的临时 我给你一个案例好了 在地铁里面看到漂亮的姑娘 我自己都喜欢多看几眼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漂亮的姑娘对我说 请你不要再看我了 我不喜欢你这么看我 你建议我给出的回应是说 那你也可以看我呀 你不要太敏感了 还是我直接道歉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样临时你 是哪一种 我认为他如果认为你不好看 他不想看你 他也提出他应该要这样子的 他的诉求 对没有 你的逻辑依然绕在里面 你以为他不喜欢被我看的原因 是觉得从我这找不到看的价值 你好像以为一个人不喜欢别人的临时 一定还需要一些别的理由才可以 不然就是他过于敏感 你得告诉我 为什么一定需要别的理由 为什么今天不喜欢被临时 不习惯被临时 就在您看来是那么一件 不能接受的事情 这件事情我们要做出比较 就是通过从以前到现在的比较 像是题目给我们的语境 就会是我们从以前是单一的 那现在变成女性也能提出 他们的评估 对男生可能像赏身肉 或者在显秀节目的时候 去提出他们的要求 那这个东西部分 你是认为为什么这是一个退步呢 我觉得你说的对 女性现在可以提出要求了 是好的 可是这种要求为什么一定是 那我也要看你 这种临时化的要求 女性的要求可不可以是 在酒桌上别人讲环段子 甚至拿她的身材开玩笑的时候 不是把玩笑开回去 而是明确地说 请你们停止这种临时性的玩笑 为什么不是在列车上 别人看着她的说 请收回你的目光 这也可以是要求 为什么她的要求 一定要和男人一样龌龊 才是你要的平权的世界呢 在这一个部分来说的话 你认为为什么 您是只有这样单一的 这是我其实这边非常好奇的 为什么您是只能长成这个模样 我也很想她长成别的模样 可是 不好意思 时间到了 待会接边的时候告诉大家 那有请评委就这轮质询 投下自己的票 三位评委又都投给了反方 那恭喜反方又在小节环节中 多获得了一分钟的时间 那要不这次从四岸线开始 我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 也能感觉到 就是刚才学长活灵活现地演绎了一个 非常让人不适感强烈的情境 可能学长对于社会的洞察 是非常的敏锐的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期待 听到正方的 其实是正方可以演绎一个 会让大家舒服一点的凝视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像很多的那个短视频当中 会拍那个女生去搭讪男生 或者男生来搭讪女生嘛 你会在评论区经常发现一种说法 叫做换成帅哥情势逆转 我觉得这就可能是那种 你在地铁上发现有一个人老看你 你会产生不舒适感的原因 到底是因为他看你 还是因为看你的人他不够帅 这本身是不是 是不是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去探讨和聊的东西 也是比较期待后面可以具体的展开 但是在没有展开的情况下 到目前为止 场面上留下的这种凝视 还是会让人觉得很不舒适的 那请威威姐最后一个讲 那我先来讲 就是我感觉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刚才正方有讨论一个例子了 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选秀节目 然后选秀节目里面 很多时候比如说创造营啊 或者青春有你啊 其实很多时候选出来很多男爱豆 那在选这些男爱豆的过程中 我还挺想知道 就是双方到底绝不觉得 我们去评判一个男爱豆 他的身材啊 他的跳舞啊 然后他的台风啊 是不是一种凝视 那这种凝视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 我觉得既然正方开启了这个话头 我还挺想听一听双方的观点的 其实我觉得反方的概念一直很明确 就凝视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权力关系 而我强权者对你弱势者的任何意义上的物化评价 其实都是不健康的 那当你成为强权者的时候 不应该这样做 基本上我是这样理解的啊 但是正方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关于凝视的明确定义 他只是告诉我说凝视不一定是你们说的那样 那如果不一定是反方说的那样 那他到底有一种怎么样的健康的凝视关系 是我一直期待就是正方所提出来 但正方没有提出来的 这里呢刚才聊到这个选秀啊 或者说是就是是不是这个看我的男的不够帅 以至于我觉得不舒适这一点 我有一个个人观点在这里输出一下 但不影响整场辩论 我不会表达对辩论的任何态度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 我其实非常反感 管男性叫小奶狗或者是小狼狗 我非常反感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我甚至很反感管别人叫娘炮 就是娘炮这件事情先侮辱了女性 又侮辱了男性 它真是一个全方位的地图炮 然后女性 就我也很烦男的管女的叫什么 这个表啊那个表啊之类的 对不对 就是只有性格特征 你干嘛逛出了青楼的既视感呢 对不对 你看选秀也行 我对选秀这个态度很开放 但是你为什么会有一种 养狗的既视感呢 大家都是人呢 所以我对几个网络名词 我其实是比较敏感的 我自己也不会使用 我宁可用脏话 真的脏话对个人不对群体 要骂就骂明确的娘嘛 我觉得我有一个想要补充一下 我觉得威威姐刚才说那个真的太爽了 就是 就是在 对有被爽到 就是在选秀当中 其实不止 你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养狗的状态 可能那种所谓的男色消费 我们现在很习惯把男明星泥肃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趋势 对着什么样的硬汉都叫得出来老婆 这个十年硬汉 无人之意招老婆天下文 如果我们对于男性的凝视 是让男性按照我们的审美需求 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话 那这又是一种什么 就是反方对他的态度又会是什么样呢 也是一个 我觉得我输出一个小小的观点和疑问 然后期待这场比赛 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回答吧 谢谢 谢谢两位评委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我们成的环节 我们的小节环节 在两轮精彩的质询之后呢 这个正方的小节时间为两分钟 反方的小节时间为四分钟 那下面首先有请正方来进行中场小节 有请 这样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各位好太难了 第一件事 福科跟拉钢的书我有看 关键在于这个权力关系 我完全承认在凝视与被凝视者之间是有权力关系的 问题是为什么这场比赛这么难 是因为凝视这个词高度的跟复权榜束在一起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们时代演进到今天 吉尔索洛威是这个时代的新的女性的导演 他在多伦多影展的时候说了三个所谓的女性凝视的概念 第一叫女性将主角的心情可视化 而不是用镜头表示 第二种叫做 他更会体现他被男性凝视底下 我要如何面对他 第三叫做女性成为女性主体的角色 他开始可以反向凝视 因为你在看我我也在看你 这叫做这个时代的女性凝视 所以我当然承认这中间有权力关系 问题在这个权力关系 我们不是传统那种父权的权力关系 是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权力关系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反方说 传统的男性对女性只有一种想象 我同意 但各位知道吗 女性凝视同时也在凝视女性 酷儿凝视同时也在凝视酷儿 各位理解这个概念吗 就是这些被凝视者 他不再只被单一的凝视标准所凝视 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多元的凝视观 所能够产生出来的平权 再来同志电影 为什么我会产生心中的不满 很多人会觉得不舒适 我告诉各位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同志电影 他以同志凝视的视角 来诠释他眼中所看到的男性 所以很多异性电影 他会很不能够接受这件事 他会觉得说 你凭什么用这个角度看 我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被冒犯到了 各位 这就是为什么我帮前面会说 唯有接受凝视这件事情 你才可以接受 从这些视角当中 投射出来的凝视作品 而唯有凝视作品 当这个时代可以多元的时候 这是平权往前的第一步 谢谢 感谢正方 那接下来有请反方进行中场小节 时间是四分钟 有请 谢谢各位 首先其实要道个歉 今天八位辩手讨论这个女性话题 临时的话题太上便宜了 因为一切关于临时的发展的权利 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 是我们定义的临时的范畴 是我们定义的临时今天讨论的辩题 所以当我们试图去理解 女性在临时中处在什么地位的时候 我们感到了巨大的困难 因为我们理解不了 说实话 刚才我那一段表演 我有些时候也会困惑 是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就不能看看我 这样咱们就扯平了呢 女性心里的痛苦 那种切身的痛苦 到底从何而来 我只能偏文地去理解它 但是缺少切身的感受 可是对方仿佛很自信地觉得 男性可以做到体察女性 这么细腻的千年以来的压迫和情感 我真不知道这样的自信从何而来 所以第一要慎重 不要要求一个被压迫了几千年的族群 去习惯一件 本来就错误的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今天一个分歧 对方一直认为说 临时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之后 它的本质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元 不对 它的形式也许变得多元了 但它的本质从来没有变 那就是有权者对无权者的规训和压迫 就包括你说的女性电影也好了 对不起 那个叫女性视角的电影 那个不叫女性凝视的电影 女性视角的电影 拍出来之后 要在男权的世界里重新被凝视之后 才有可能获得认可 这才叫女性凝视的悲剧 而不会有一群女性说 我爱看这个电影 于是这个电影就获得了无上的地位 世界不是这么运转的 它的本质依然没有变 凝视意味着规训和控制 那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吧 那对方便有至少得告诉我们 为什么在更多人参与进来之后 连这个本质也会变化 接下来对方便有今天 有一个特别天真的想法 他们以为有越多的人参与到凝视里面 好像我们习惯的凝视 就是赞扬 就是赞扬 我可以互相欣赏 互相倾慕 互相甚至爱慕 可是凝视的本质不是赞扬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被赞扬 这一点我们无可否认 凝视的本质是评价 那评价就有互相的评价 当你被互相评价的时候 请问你 我为什么要习惯 刚才评委提到说 男性选秀的凝视 是不是一种好的凝视 是 当所有人都符合他全部的审美观的时候 我们收到的只是赞扬鲜花和打榜的时候 当然大家好像可以习惯得比较轻松 可是我知道今年有一个团体 叫做熊猫堂 他们有一点点在身材上 不太适合大家的标准 被那样评价的时候 各位你告诉我 你就告诉我这个团队应该去习惯这样的评价和凝视吗 我觉得不应该 它就是伤害 就是错的 你说一遍 到一万遍 这种女性重新拿起了凝视的工具 开始归顺她们不喜欢的那些体态风雨 但是武器卓越的艺术人的时候 它依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它绝不可能带来平等 这是第三点 对方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因为我们习惯赞扬 就意味着习惯临时 不 我们习惯的只是赞扬本身 你没有看到黑暗的那一面 那这一面到底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运转的呢 平头论足啊 你们不要只看到在各个互联网平台上 被捧起了这样的女生 那样的女生和那样的女生 可是每一个女生的背后 有多少女生被踩在了脚下 在来此之前 我听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手术 叫小腿神经阻断术 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你要求这些人习惯临时的结果 你要习惯我们对你身材 这要细豪入微的评价 你要适应它 你不管要锤炼自己的心灵 你还要锤炼自己的肉体 甚至要割断神经 这一切只是为了习惯临时的目光 不 这不行 我不喜欢 我拒绝习惯 在这一轮的小节过后 我看两位评委好像都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那有请两位评委说说自己 为什么现在会纠结和犹豫啊 我纠结的一个原因是在于 其实双方都没有探讨出 凝视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反方有非常明确的概念 但是没有特别具象化的男性被凝视的感觉 就是你没有提出一个新概念 其实我觉得前面你们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女性被凝视的时候是不舒服的 对不对 但你们有考虑过男性被凝视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不舒服的 对不对 我觉得真正的平权是考虑到所有权力体系关系下的 每一个人都舒服 这叫平权嘛 对不对 男性被凝视的时候他就爽饭天吗 我觉得这未必 然后第二个呢 我觉得罗苗有提到 就是被赞美未必是好事 但我觉得你没有说的特别清楚 就是被赞美是好事 也可能是坏事 但是它是好事还是坏事 它的区分点在哪 我有时候经常在想 我们女生被人夸好生养的时候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 理论上它也是一种赞美 对不对 好生养 三个和谐都是好词啊 对不对 没理由它们发生在一起 就变成了化学变化 所以我就觉得 是不是我们当作为一个工具被赞美的时候 有一种你真好用的感觉 那个时候我们是不舒服的 那反而观之男性 男性作为一个工具被赞美的时候 他们就很好吗 比如说我们夸赞罗淼技术高超的时候 他未必会引以为傲呀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在想 就是什么样的被赞美和被认可 是我们作为人所需要的 而什么样的被赞美和被认可 是我们作为人所反感的 如果双方能够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明示之争上 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 我在这个环节之后会 微微倾向正方一点点 我的原因是我觉得盛伟其实是有 在司徒讨论一个之前 没有怎么被讨论过的问题 是说那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 那父权体制也在这里 那女性也是一个被凝视的课题 那我们平成该怎么往下走呢 那盛伟似乎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方法 叫做那互相伤害总比我单方面被伤害要来的好吧 就是既然你也知道 既然女性保长了这么多年被凝视的痛苦 那今天我也让你来试一试 我也让你知道被凝视是痛苦的 那我们或许才有一个共同探讨的可能和机会嘛 那我是觉得盛伟有想要进一步的去往下讨论 说那既然我们都觉得您是不好 那该怎么办 那坦白讲可能刚才时间有点短 那所以我也是微微倾向于正方 因为这个问题的探讨我觉得还没有充分 那也期待各位变手能接下来 那进一步的做更充分的探讨 我的感受和李强非常非常的相似 我觉得可能也是时间所限吧 我听到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东西 但没有来得及听到正方完整的讲述 但是我觉得正方刚才的讲述 其实和他在最开始转的 就是起的环节当中的某一个单轮成词的 一个部分是有勾连的 就是在他们单轮成词的最后一轮的时候 其实有微微提到 即便对方今天能把这个不舒服讲得很彻底 证明到他可能不是进步 但也不等于他就是退步 那换言之在现在这个其实已经蛮险恶的境地之下 我们也许要踏出的第一步就是先教会你 凝视这件事情是不舒服的 就从让你先不舒服开始 就像小时候我自己当同桌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在教室里面吃零食 如果我随便乱丢垃圾的话 老师会罚我打扫卫生 是为了让我能够换位思考到打扫卫生的同学 是很辛苦的 对我觉得正方开始隐隐有往这个方向讲的意思的时候 我是觉得对于让这场比赛变得更精彩是很有帮助的 那就很期待听到 接下来双方可以在这个部分有更加精彩的论述了 好谢谢 谢谢两位评委 那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进行到最精彩激烈的 我们的这个转的环节了 那这个环节呢是对变淘汰环节 双方安排任意变手参与对变 然后双方各计时五分钟 那有请正方先发言 在这个发言过程中呢 如果评委出现了2比1或者3比0 那可能输的那一方就要换一位同学 直到五分钟的时间用完 或者一方的变手全部被KO掉 好那我们有请正反双方的第一位参与对变的变手 有请 谢谢 男性的凝视被凝视是怎么样的 对方刚才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了 就是你要把刚才在地铁上看女生 这个男生骂到狗血淋头 你就是女生的凝视是什么 就是要这个男生不要那么猥琐 你凝视的方式就是把他拍照上来放上网 大家一起讨厌他 骂他 我们要求男生不要猥琐 就是在用凝视来反抗父权 塑造你要的男性 难道这样不好吗 当然不是凝视啊 这是在告诉你 你不要让我习惯凝视 我也不打算凝视你 我只是告诉你这件行为是不对的 这怎么就成了凝视了呢 在你看来一切评价都叫凝视吗 而且对方没有发现凝方四遍 可你们前面三位辩手说的不一样哦 你前面三位辩手说的是 我们大家要习惯凝视的感觉 不要太玻璃心影 别人骂你胖 你也应该把自己的心灵锻炼得坚强起来 凝方四遍的时候要凝视回去 让男性感到不适 那凝方的习惯到底是感到适还是不适啊 这个不能兼容的呀 对啊同学 习惯了之后就会慈悲 这个部分我等一下跟你讲 但是你刚才跟我讲 凝视是权力的压迫 所有女生一起集结起来 不就是一种很强大的权力 来对这个男生进行一种压迫吗 怎么就不是凝视了 对方便有 凝视习惯之后就会慈悲 不要待会儿讲 现在马上讲 好着急想知道 我在地铁上对一个女生说 把我看回来呀 我好慈悲呀 不是啦 你没有听我讲 你根本就没有讲 我怎么听你讲 我现在要讲 其实我主编有讲了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凝视付权 其实就是一种反抗方式 集结起来 就像是劳工集结起来 对抗资本 人民集结起来 对付政府 这才是平权进步的部分 怎么叫做习惯带来慈悲 这个部分讲的就是 女生要求我有六腹肌 我没有办法达到 我知道这样子很累 那我就会怎么样 我以后看女生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那我也不能够 要求她太多什么了 这就是 你说的是不习惯带来慈悲 当你凝视过 让我感到强烈的不适 我不习惯才会感到慈悲 可是如果我感到强烈的舒适 我还怎么慈悲啊 这个女生说 你没有六块腹肌哦 我说 小条皮 你在撩我哟 我还慈悲个毛险 我慈悲 是不习惯才能带来慈悲 好不好 你知道 OK 好 那这个部分很简单 因为我认为 那不叫习惯领思 可以换掉我 不好意思 有请正方的下一位变手 有请 好 好 学长 习惯我一定陪你聊 相信我 相信我 好像好的 第一件事 我想先跟你聊第一件事 就是在你眼中 所谓的女性视角的电影 跟女性凝视差在哪 我刚才已经说了 女性视角 是通过女性观察这个世界 小孩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叫小孩视角 那能叫小孩 您是了大人吗 当然不是 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表达 那你来告诉我 在这个时代 有没有纯粹 就不经过男性凝视 就获得了地位的电影 这依然是这一点 我再继续来跟你聊习惯 你们是偷换了一个概念 你们把精力 当成了习惯 你想让男性 获得同样的精力 就当成男性 习惯了这件事 不是 你们要达到 你们的论证逻辑 必须是男性 不习惯这件事才可以 而女性 同样要不习惯 这件事才可以 女性习惯了 就不会反抗 男性习惯了 就不会反思 习惯这个词 你最好不要陪我聊 聊来聊去 都跟你没好处 对不起 我等等一定跟你聊 聊出好处给你听 先不要KO我 我们先把刚刚那个问题问完 那我问你 男性视角的电影 跟男性凝视差在哪里 男性视角的电影 就意味着 男性通过他的眼光 观察这个世界 但是并没有代表 要去规训谁 和控制谁 而只是展示这个世界 而已 男性凝视的电影 是拍出来 女性就应该是贤妻良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看过那些什么 娘道啊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好媳妇啊 这样的电影 这叫男性凝视的电影 什么叫男性视角的电影 你们有没有看过 觉醒年代 在这个时代里 不管是女英雄 还是男英雄 都是饱满的 没有一个人是妻子的 家人的角色 这叫男性视角的电影 说清楚了吧 那对外边有陪我聊习惯吧 我怕你时间来不及了 一定来得及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在1988年写了一本小说 叫猫眼 我叙述中间的一个段落 他说 当我寂寞想念男胎子时 我怀念的是他们的身体 我研究他们举着香烟的手 肩膀的拨度 臀部的角度 我对他们的爱是视觉上的 那是我想拥有他们的部分 不要动 我想保持那样 让我拥有吧 这被解释为是典型的女性凝视 来哦 我的问题非常简单 您要不要告诉这一些人说 你不应该写出这样的小说 要还不要 我不试图去控制任何作家 写任何的书 但我试图反感的是 当你用这种事情来写我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明确表达我的不满 而是说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必须习惯 我觉得不是的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 你可以临时我 但是我可以表达不满 再继续说回来了 对方面 你倒是告诉我一下 在您看来 女性视角的电影 和女性凝视的电影 有什么区别啊 还是在您看来 你根本就是偷换了概念 OK 概念区分完了以后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其实女性凝视 跟女性视角的电影 它基本上一线之隔 区分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后面聊 你想聊习惯 我跟你聊习惯 哦好 朋友们有你知道吗 在台湾有一个 做过变性手术的女艺人 她在网路上面 很常会收到那一种 就是去凝视她的作品 比如说她跟她说 你怎么可以 就是这样子都不能生小孩 你变成女性之后 你也不能生小孩啊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凝视吧 好 小A啦 她叫小A啦 她的选择的方式是什么 她说 我看到这些方式呢 基本上呢 我已经习惯了 习惯之后并不代表着 我就要依附着 这一些人的眼光 习惯之后呢 我选择的方式是 做自己 所以 您刚刚举到了 小腿的那个手术 当然女性会有 很多被凝视的效果 可是呢 如果我习惯凝视有一种方式 是告诉大家说 当然很多人会要求我这样 可是我可以拒绝她说 没关系 这我不在意 所以我可以选择做自己 请问一下 习惯是不是一种 做自己的方式 您刚刚告诉这些人 不该习惯 是不是就告诉你说 既然父权凝视在这样 你不要习惯她 那你就不要做自己 去选择迎合她 这不才是习惯 不习惯所带的坏处吗 迎合也是习惯的一种表现 能够继续坚持做自己 也是你们二变刚才说的 恋多了 心变后了 我可以不care这些事情 可是你凭什么要求 所有人都不care这件事情 难道不能有一个 我知道吗 踏路也有一个 变性之后的女艺人 她面临这些的评价来说 她的反应永远是 你说我一次 我骂你一次 我永远不会无视这些声音 但我依然坚持做自己 你是在告诉她 你不要骂回去了 心放宽一点 你能不能把心锻炼得 像她一样大 不要再去骂这些人 习惯了和谐一点 好不好 你凭什么对所有人 都做这种心要更坚强的要求 好 那 Double Kill 有请正方换第三位同学 哈喽 正方的同学能听得到 我们这边的声音吗 早些 那我从另一个角度 来跟你聊习惯 你说不习惯 导致他们调整 他们的凝视 那调整过后的凝视 如果我习惯 这种心情的凝视 是不是一种进步呢 对吧 我不想跟你聊习惯的这件事情 因为宁芳的那个四边 也没聊清楚这件事情 我当然想问你 这个心形态的凝视 在你看来是什么样的 只有赞美 没有评价 没有贬低 只有心心相惜 却没有恶意的攻击 这种变化是从哪来的呀 你说这是从不习惯来 但我想问的就是 这种心形的凝视 我们对它要求 可能有些偏误 可是我们不会那么的强烈要求 逼迫 没有对它逼迫的话 习惯这种凝视 是不是好的现象呢 当然 谁不愿意习惯一个 只有赞美的世界啊 可是你得告诉我 为什么凝视是只有赞美 你得告诉我呀 OK OK 我们承认 习惯这种方式 是一种好的 那我想请问啊 凝视在最基础的意思 就是说我对它 当作它是一个评价系统 我对它有所评价 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定义吗 是的呀 是我刚才说的有所评价 可是评价有捧起来的个女神 就有踏下去的万千的尘埃呀 你为什么只看到赞扬的那一面 你心形的凝视从何而来 你从头到尾没解释过 我反而一个问题 想继续问对方 您呢 您刚才说呀 就是四遍 其实没来得及跟我解释的那个 你说女性视角的电影 和女性凝视的电影 有一线之隔 这一线在哪儿呀 是四遍 待会儿在节评可以跟你解释的 我给你确认一下 刚才你的部分就是说 你说只要有赞美 就会有踩低 这就不是你希望的 那你希望的世界 是一个完全没有赞美 也没有踩低的一个世界吗 不 我希望一个是不习惯的世界 我希望的是一个 不习惯临时和评价的世界 我希望是一个 大家互相尊重的世界 我是希望一个在地铁上 当我被说了 请你不要看我的时候 我会选择道歉 并且移开目光的世界 而不是强行要求别人 接受我价值的世界 我说清楚了吗 对 所以我们如果 我们对这世界的期待是 我们自然一定会有期待 自然一定会有厌恶 自然一定会有评价的话 那什么样的评价 什么样的领事 才是我们真正会习惯的呢 我告诉大家 就是这种 对方变得逻辑 就是一定有的东西 我们就必须去习惯 我告诉你 这世界上一定会有 随地大小便的人 这世界上一定会有 随地吐痰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习惯吗 好 反方时间到 我方想表达的是 是怎么样的领事 才会为我们习惯 刚才我们刻画了非常多的 地铁会怎么样 还是在网上 我们会讲的评论 那就会让我们不舒服的 而这些东西 就是并不是 一件会让我们习惯的领事 而为什么会 大家都被领事 大家都会习惯 正是因为我们 不断地调整领事 到我们可接受的评价 这就是我们大家说 大家一起被习惯的领事的世界 谢谢 听上去好像我和李翔在之前 那个稍微偏向正方的点 被反方解释为了 所以你想达到平权的效果 就不可以让男生也习惯 而应该让男生感受到 女生的不习惯 才可以 那我觉得这个是 接下来正方在节边的时候 急需向大家来解释清楚的东西 那才会帮助正方获得 比较大的优势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我觉得除了习惯之外 其实这道题目 我还是蛮想听后缀的那个部分 就是关于平权的进步和退步 就是这里我必须要借用一个学长的话 因为这不是我的原创 就是我去年在新国变的复赛当中 因为有聊到女学优先这个题目 然后当时点评的有丁冠宇学长 然后包括邱阳学长 他们都会 还有罗美尔师兄 对 你们都会提到一个问题 叫做当你对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了解得越深刻的时候 你越是不知道第一步该做什么 你的感觉就是牵移发而动全身 以至于你迈出的每一步都特别的谨慎 你好像迈出的每一步 你都感觉稍有差池 就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糟糕 我现在整体听下来 就是我能够感受到 反方真的很不想让正方 把进步的含义打出来 但是我也很期待听到反方告诉我 那什么是进步呢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就是我觉得听这种题 我会不由自主带有的疑问 就是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我们这个性别的群体 获得更多的东西呢 因为听上去怎么做都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对于反方的一个期待吧 那薇薇姐呢 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三个点吧 我觉得正方始终没给我解释清楚 因为你们一直提出一些 很超越我常识的论点 然后但是又不给我解释清楚 我就一直在等一直在等 等不着我就把票投给了反方 第一个你们没给我解释清楚之后 习惯了之后就慈悲到底是个什么逻辑 总有一种我被看着看着就爽了的感觉 就我就实在是不明白 什么叫习惯了之后就慈悲 就是你们这块 我觉得慈悲应该是一种同理心对吧 慈悲的本质应该是一种同理心 而且它带着一种感人伤痛的同理心 但是受伤的是我呀 所以这里面的逻辑是咋回事呢 就是你要求羊有慈悲之心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老虎要吃羊 你跟羊说 哎 你有慈悲心吗 嗯 这个我觉得微妙啊 然后第二个 就是你们的新凝视系统 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合理的执行方案 你们始终是在讲 这个凝视其实有很多方式呀 凝视其实有很多方向啊 我们可以互相赞美嘛 对不对 我始终还是有一点常识的惯性 就是凝视这件事情 它跟赞美好像还有一定的区分度 对吧 你怎么把它们给统一起来 我觉得很奇怪 还有一个就是 当女性习惯了男性的模式之后 女性就会站起来 是你们始终很强调的一点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男性凝视女性 评价女性 然后这是一种伤害女性的方式 不过不要紧 只要你掌握了这种方式 你也可以伤害她们 你们一旦进入这种互害模式之后 世界会变得很好 这个大批插跳跃的我有点懵 所以就是说我希望能给我一些 比较符合我常识的解释 对 我就是这样 可能我见识少吧 好 谢谢薇薇姐 那比赛就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这个双方将如何来进行这个截变的环节 请下最后打卷呢 那首先有请反方截变 时间是五分钟 开始 我先说一点 我认为今天对方根本没有理解何为您是 我们前面阐释的也很抽象 它是一个哲学术语 它绝对不是简单的 你看我一眼或者我看你一眼这么简单 不然它不构成一个痛点 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凝视 我想说其实凝视它不是单独成立的 我们都在聊权力关系 是哪个权力关系 是父权关系 也就是它在社会大背景之下 来维护父权体制当中一个环节 凝视凝视它其中有两个 一它得有客体 第二它得凝固 所以它必须是一个标准 而且它相对来说是必须使这个标准不断重复 再加以固定 说白了是会巩固父权制服务的 那么它巩固的父权制当中哪个部分呢 它巩固的是对男女在性别之为 因为这要题谈论的是性别之为 的评价体系决定的 我们社会对男性的评价体系 是什么体系啊 主要看重的是男人的社会性特征 你发现没 所以你发现在家庭埋怨的过程中 主要是说你有没有个好工作 学业有没有成 事业有没有成 对吧 能挣几个钱 对女性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哪个方面 生理性方面 对不对 美不美 其实你再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分 傅玄制非常狡猾 他在这么分的过程中 掌握资源的是谁啊 他逼着男性进步 我这里绝对不是冒犯各位男性 我知道男人生活很不容易 要达成这些标准也很不容易 因为他逼着男性必须掌握资源 而女性要掌握资源 只有一种方式 就是你长得足够美 你服务于男性审美 我在生理性上对你做出评价 所以凝视凝视 你女人用男人凝视女人的方法 倒着凝视回去 没有用男性不在乎 我长得美不美光 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那我凝视一下 你的社会其他形态 没关系 我刚才讲了 每个男人都能找到自己 可以成功的方法 所以他很自信 再不计怎么样呢 我比你懂得多嘛 对吧 你一定想从我这儿学点什么 所以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 女性这么凝视回去 它不成功 但是男人凝视女性 为什么这么大的伤害呢 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凝视啊 它不是审美静观 不是说今天这个 在地点上看到这个女孩子 长得很好看就行了 而是什么呢 这个妞长得很好看 睡起来应该还是不错的 那个胸很大 摸一把还是不错的 你千万别觉得很邪恶 我在宿舍里面 经常听到男性 回去这么评价女性 你们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经常这么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性是带有战友欲望的 所以为什么女性害怕 因为性是带有攻击行为的 所以男性在怎么凝视女性 你最好美 但是不能所有人觉得你美 不然你就是骚浪剑 你最好美 而且你这个美啊 就是必须得服务于我 如果你不挑选我 那是什么 那是你不识货 你看看我 我还是很行的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 你美 但是你如果耽误了我的事 那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红颜祸水 所有的评价都是针对 这样的一个分化的体系 形成的凝视 而为什么会出现这里 这就是因为当性带有攻击性的时候 女性在公共场域当中 会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有一个女性朋友 在家里面独居 她家有一次水管坏了 然后还要请一个装修工来修水管 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很悲哀的 她放了一双男士拖鞋在那 然后她说 装修工来的时候 她特别此地无垠三百两 说了句说 哎呀我男朋友这两天出差了 不回家 所以我才让你过来修 我当时听到这个例子 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是 你怎么不凝视回去吗 我第一反应是 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先导致了你有如此不强烈的安全感 而这个安全感 是整个父权大背景之下的 你知道今天我非常生气的一点 是刚才对面 不管是开玩笑也好 还是真心想的也好 说哎呀大家难凝视我 你看在男性眼里面 凝视是一个玩笑 是一个笑话 他生怕你不凝视 是注意力的争夺 可是在女性这里 那是生命不能承受至今的 无法言说 这种事情你说出来 别人管你矫情 不说呢我难受 我再次强调 我们八位变手 站在这里聊女性议题 一定要注意一个点 为什么我不倡导男性 经常为女性发声 因为你真正的做不到 理解那些感受 很多时候是有相隔的 经验与经验之间有隔离的 那就是一种偏见的 隐形的暴力 第二件事情 我来讲 我们如何达到平权的进步 今天不是说我只用论 对方不退步 很简单 你零售回去没有用 我经过最恶毒女性的评价 就是这个女生 我送给我 白送我都不娶 你告诉我 你怎么临时回去 你说 我看你长得这样 我还不嫁呢 临时回去了吧 有用吗 你觉得反击到位了吗 好 第二种情况 怎么临时回去 我来看各种各样的资源 就你也配娶我 你给几个钱啊 你有彩礼吗 你看临时他的社会资源 对不对 临时他的人脉 临时他的地位 都不成功 为什么 这是一种自我物化 开始标价了 在这个过程中 为什么不成功 男性也会觉得很过分 说女性要彩礼 为什么不成功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相互凝视 相互报复 带来的是性别之间的 对立和刻板印象的加剧 还没有办法 真正解决问题 怎么解决问题 要让男性懂女性的痛 绝对不是说 我必须也让他痛 这种同态复仇的方法 早就不适用 用什么 用教育和文艺作品 多拍女性电影啊 各位 女性电影不是凝视 我见过最好的女性电影 就是送我上青云 关注自我成长 那种意识流的视角 让我看到 中国女性电影的希望 她告诉我们 有一种电影 女性电影 强调灵动性 没有审美课题 关注自我领域 与自我表达 同样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 我们可以靠文艺作品 和教育重新夺回领地 因为这件事情 和知识无关 和人品有关 感谢返方 那下面有请正方进行解辩 时间为四分半 有请 各位好 花花讲得很好 我刚刚也有鼓掌 坦白说 反方的这一整套 在我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 日日夜夜地缠绕在我的脑海当中 因为就我曾经读过 所有有关于宁视的作品 基本上都在谈 刚刚反方一整场比赛所谈的东西 可是我方今天 想要扣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 不论是福科 不论是拉刚 他过去所谈的宁视谈的是男性宁视 而宁视这个词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在这个时代 或者说讨论这个变题应该要讨论的问题 所以我确定我在小节的时候提过 吉尔索洛威 她是一个女性的导演 她在多伦多影展的女性宁视的讲座里面 谈了三种女性宁视的样态 第一种叫做心情可视化 而不是用镜头观看 而是用镜头体验 第二种叫做男性宁视底下 我如何面对它 第三种叫做反向宁视 就是我看到了你也在看我 的这三种视角都可以被称作为 叫女性宁视的方式 所以我方才要一直在这边跟大家说 我知道很难 我知道真的很难 男性永远不可能体会 女性在被宁视底下的 整个社会底下的压力 但是同样难的是 在这个时代 我们很难从过去的那种父权宁视 重新的摆脱出来去想 女性的宁视 酷儿的宁视 性少数的宁视 应该长什么样子 这是我方想谈的第一件事 而这一些事 很多的来源于这个时代 比如都在好莱坞 女制片只有2% 导演只有9% 作家只有11% 因为这个世界严重的缺乏 女性的视角 女性视角跟女性宁视的核心区别在哪 有时候就是一线之隔 这个一线之隔 就是这个女性 有没有用她的视角 匡列出她所看到的客体 在反方说的 或者说拉钢 或福克所说的 那个客体化 那个客体化 有时候她必然代表着 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 但她有时候就只是一个观看者 跟被观看者之比 这是第一件事 所以我方才会想问反方 如果大家不习惯凝视 那这些性少数 这些视角 那些女性视角 男性 或者说异性恋 是不是也可以理所当然的说 我不想要 这样好恶心 我不想要被看 请问一下 这些作品要怎么第一步被出现 这是我方认为 平权的第一种可能 其一 第二种 就是反方说的 这场比赛谈整场 坦白说都在谈女性的凝视 我方跟反方一样 都痛恨这种女性凝视 或许我无法共情 但是我方跟反方一样 都觉得这是很不应该要出现的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面对才比较好 我方一直想谈习惯 NASA在他的死亡测验里面 有其中一个项目 叫做死亡模拟 他找所有的太空员 你要跟亲朋好友一起 去思考说 如果有一天你的尸体在外太空被出现的时候 如果没有尸带 我要怎么带回来 你要把它丢到大气层 东间消失还是怎么样 他们用大量的死亡的课题 让你讨论 让你习惯死亡 各位 习惯死亡等于你不在未来遇到危险的时候 不与死亡对抗吗 不 习惯死亡指的是 在你对抗的同时 你知道这些东西与你相伴 习惯从来就不是一个必然的同化 习惯是一种与他相处 而我要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 说方刚才前面才会说 有一种方式是 当别人在不全凝视的时候跟他说我要做自己 这是我习惯不全凝视的方式 当然 强调一次 我方无意在这边证明这是平权的进步 只是要说明反方并没有证明这是平权的退步 最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推进呢 大家想听慈悲 我就来谈慈悲 习惯是怎么推出慈悲的 在燃烧的女子画像里面 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段落我觉得很有意思 艾洛伊斯跟玛丽安 他是一个画家跟模特的关系 但他们同时也是情侣 但中间有一个段落很有意思 玛丽安指着艾利洛斯说 我一直在看你 我一直在凝视你 他说你尴尬的时候嘴唇就会微笑 你生气的时候就会不眨眼 这是我观察到你 玛丽安 对不起 艾洛伊斯就很不舒服 他说你过来 你过来我这边 他说画家你过来 这边再过来一点 你看着我 你在看着我的时候 请问我要看谁 各位 这就是我方最后想问的问题 凝视与被凝视者的关系 可以是平等的 而唯有我们走进被凝视的习惯 才有机会在凝视别人的时候 理解凝视的概念是什么 这是你可以慈悲的可能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好 时间到 感谢正方 好 那我们的比赛环节 到此就正式结束了 那下面就迎来激动人心的 先由评委投票的环节了 那这个环节我就不参与了 那我数321 请两位评委 投下自己的头像 321 诶 两位评委都把票投给了反方 那就有请两位评委对本场比赛进行点评 要不思汗先来 好 那我就抛砖引玉 我有三件事情想讲 由于我自己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观点 是倾向于 就是我觉得一起习惯被凝视这件事情 在目前是一个 很难从单纯的理论架构上面去证明的东西 我觉得它需要非常多实操的事件和案例去堆砌出来 足够让大家都感受到的场感 才能够在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回到互联网上 或是回到你学校的表白墙上 或是回到某一个地铁站内 你在看到有人看你 或你想看别人的时候 才能给到大家一些实体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 关于很多宏观东西上的讨论 也很有帮助啦 那一个一个来说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想顺着盛伟刚才说的 那个所谓的习惯会慈悲这件事情 其实我有点自己的东西想要补充啊 但是我必须先强调 我接下来要补充这些东西 绝对绝对不可以 给我剪成短视频传播 因为它真的太容易被断章取义了 然后我也不是想要把 很多男性做出来的 大家现在不舒服的事情 归结到原因在女性身上 我只提供一个可能的观察视角 就是下一次当女生 你真的真的很伤心 或者很生气的时候 你可以给自己五秒钟的时间 大概想一下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就是刚才 其实非常非常的生气说 他不觉得有任何一个男性 他真正可以感同身受到 你当时的那份恐惧 我完全认可 但我有时候也在想 我其实也不太能够真正感同身受到那个男生的无知 我是很真诚地在说这句话 我没有嘲笑那个男生的意思 我身边有一个 我觉得我跟他的接触交流 他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生 但是一谈到性别话题的时候 他都会展现出来难以想象的落后 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男生 你欣赏他的业务能力 他也会识惰自己 就是他完成了一个看上去 不太会容易被找出破绽的人 但是你们总会有一些话题 会瞬间引爆你跟他 说回来 就是因为他从小生活的环境 他的家庭里面 他的爸爸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长式的父亲的存在 而且他的爸爸注意后 他的爸爸履行了一个父亲应该履行的责任 他承担了像齐瑞说的 他努力地提高了自己的社会能力 真的做到了让他的妈妈貌美如花 而他的爸爸负责赚钱养家 他觉得那个家庭非常的幸福 他不能理解现在很多离婚的家庭当中 产生的那些矛盾是为什么 他觉得这个男人不够负责任 他不够男人 所以他也不喜欢家庭主夫 这种形象的存在 然后或者是他就会觉得 这个女人不够理解他的老公 太强势了 就是每当聊到这儿的时候 我都惊叹于他对于亲密关系的理解是如此的浅薄 就非常想要建议他去上一下齐瑞的课程 但是怎么办呢 他从小真的是这么长大的 而且他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一点 在他真正去接触到互联网上 在他由于认识我了之后 迫不得已关注了非常多我首页会点赞的微博之后 他觉得他的世界崩塌了 就是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是这么想问题的 你们这些离经叛道的人 他在那一刻他也有点无辜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就是齐瑞刚才说的那个所谓的 学校的教育给过他这些东西吗 不一定了 他所接受的教育也是 他的数学老师是一个男老师 他的语文英语老师是漂亮的女老师 就是所有的一切你知道吗 这个社会所有的刻板成见 都在他面前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了 这个刻板成见的意义 所以你让他来感同身 我跟他说其实我有时候很害怕 如果我单独去某一个男老师的办公室 去跟他做交流 又是晚上的时候 他就觉得你怎么能这样想老师呢 他们都是很可靠的男人啊 就是所以你看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起去推动的那件事情 是对我们需要很多的电影 去展现女生在这件事情当中的恐惧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数据新闻 坦白讲 就是我们需要真实的宏观的 就是去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的样子是什么的 不是你身边的极世界 唯有做完这些事情以后 他会习惯哪种样子的凝视呢 我觉得这种习惯的那种凝视 就有点像最开始对变那一轮 应该是Lucas有问 我们什么叫做凝视回那个男生呢 就是把他挂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 我不知道台湾的同学啊 就是有没有那个表白墙这个东西 可能会有类似的存在 你会经常在学校的表白墙上看 挂一个叉叉院几几集的学长 什么吃饭 逃单 我借钱不还 什么什么 他会吐槽这个男生的很多 然后大家注意壁垒 姐妹们注意壁垒 这个时候是在干嘛 我有时候在想 这算不算是一种 另一种就是 不判断你的业务能力 也不判断你所谓的人品什么的 我单纯就一个你 作为一个择偶对象而言 你礼貌吗 就是你瞅瞅你做的这些事吧 姐妹们快来看呀 还有这种人存在呢 这是不是一种 我们在号 就是刚才 郑芳隐隐约约有提到那种 我们在号召大家 给我集合起来看死他 盯着他 是不是也是一种 通过反应式的方式来表达观点的一种态度 当然 这个习惯的过程 我觉得是另一种解读方式 就是国外有一个网站 是你跟一个人约完会之后 你可以在那个网站上面分享你的约会经验 然后大家会各自领到自己 就是约会享受指数的一个分数 这样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nice的 紳士的约会对象 这是不是一个女性连接起来 我们共同去给一个男生打分 的这样一种观点的输出和表达 他非常像 他非常就是 他是您是 是评价 还是什么 都是我觉得我们下一次 你约会完之后可以去想的问题 或者我觉得对于这场比赛而言 就是他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 您是这个词都已经不太重要了 就是今天双方赢了 谁赢谁输也好 我觉得都不重要 我想给所有姐妹们的建议 就是你可以大胆说出你对于她的评价 不一定是壁垒 也可以是安利和推荐 然后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理解确实是一个互相的动作 就是咱们女孩子也可以理解一下 虽然她们的无知不是我们的错 但如果你想要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往这个方向努力一下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我觉得对于 我觉得可能是今天反方也是出于自己的 力论的这个策略的选择问题 去讲了很多男性对女性的凝视 但是我觉得女性凝视最夸张的领域是女性对女性的凝视 就是学长刚才说那个小腿阻断肌肉 我坦白讲没有任何一个男生曾让我感受到 就是胖对我而言是一个比较深刻的困扰 基本都是女生让我感受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首页上能有那么 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多美女吗 我有时候真的会困惑这件事情 我不是说 当然我今天看到现场观众就感受到 确实有这么多美女 是我自己太瞎爱了 对 但是很多时候确实是 你想象一下在非常多的社会事件也好 或者是男女双方都做错事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把目光投数或者说聚焦在那个女性身上的人 她本身也是一个女性 她并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女性 就对其他的女生更加的宽容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动不动就要说不要搞磁性 就磁性竞争 就是我觉得这个一起被凝视 一起习惯被凝视当中可能有一个小的分支是 就是我们不要这么去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也不要习惯性去对自己的同性 做出那么多苛刻的要求和评判 不要自己给自己加上那么多的枷锁 当然这些姐妹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习惯性动作 也是长期以来的父权的这种结构 对她产生了这种很强烈的精神输入的这样一个想法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可以至少对自己的同性的姐妹们 稍微手下留情一点 把我们的注意力稍微往男性身上转移一下 多挂挂她们 都去评判评判她们是否有让你不舒服的地方 而不是总是把你的注意力focus在 你的姐妹身上 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活得都会相对轻松一点吧 就好像很久之前 很久之前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做恶臭女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 在同性凝视的语境之下所产生的东西 那大概就是这些吧 然后希望 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也会让这个世界变得稍微更好一点吧 谢谢 好 谢谢思涵的点评 那下面就有请薇薇姐来对本场比赛进行最后的点评 一般最后的点评啊 与其说是点评 不如说是评委谈一个对变题的看法 和我们这场辩论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嘛 对不对 首先呢我讲一些小的心得分析啊 第一呢思涵刚才讲到说 哎呀最好是有一个就是约会对象评价网啊 或者怎么样啊 就是我们都可以晒出这个渣男 或者一起晒出这个优势男 whatever 我其实不是很赞成 我既不赞成女性被评价 我也不赞成男性被评价 我不赞成他们任何一性 作为工具被评价 我相信每个人的约会体验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人才是你约会的对象 而不是因为说用过都说好 姐妹们小心一刷起来就是它了 我感觉这是一种青龙模式评价 大家不要进入互嫖模式行吗 所以我首先对于这个评价体系 我持保留太多啊 然后其次呢 就是关于约会谁买单这件事 我一直觉得不是件大事 作为一个就是资深女性 做女人做了很多年 作为一个资深女性 有丰富的约会经验 我这个态度是这样子的 谁先发起邀约谁买单 你想见我